HELLO 大家好 这次我要介绍的游戏叫做Coloring Book 这是一款迷宫游戏 主要是设计给学龄前的幼儿 以及第一年级的小朋友玩的 小朋友在里面除了可以玩到迷宫游戏以外 也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笔做着色 或是画一些插画等等 那我们就先点进去看喔 好 进去之后它会直接先来到第一关 那我们先把画面带到这里 我们先看这边 你会看到好多颜色喔 那这是你可以选择你的画笔的颜色 那我先选蓝色好了 选完蓝色之后呢 我可以点一下上面有三个圆圈圈 最细的圆圈圈 因为这就是我画笔的粗细度 好 第二个呢 是这么粗 再来是这样子 所以小朋友可以选你自己想要的 那我先选最细的好咯 那我要改颜色的话 我就按直接点上面的颜色 那我现在先从这边开始 那如果在玩的时候 因为我可能就是不知道怎么画 因为很容易超出格子 或是干嘛干嘛的 虽然超出格子 但是这个游戏它并不会怎样 并不代表你输了 但是你想要画直一点 你可以按下面这个网子 点下去 然后就是再继续这样子的画 照着格子画 你会比较容易画来比较正喔 那如果你觉得刚刚画错了 或是你想要重走一步 不想要走刚刚那一步 你可以按这个箭头 就是回复的键 点下去之后 刚刚画的一部分就不见了喔 但是小朋友要记得 这个回复的键 你只能回复一个动作 所以如果你在按一次的话 哇 它又跑出来了 所以就只能一次 所以如果你想要改的是 就是你好几个步骤前做的动作 你必须要用橡皮擦 那这个橡皮擦呢 它是白色的嘛 它会变成透明的 那你也是可以选择它的笔触 比如说我选择最粗的这个 这样我一次就可以擦很多 那如果选到细的的话 我一次就只能擦一点点 那看你是要修哪个部分 好 再来呢 小朋友可以在上面画 比如说我可以画苹果或是 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画在上面 都可以 那我如果创作好 或是完成我的迷宫的话 我可以按这个键 这个图示的键 那按下去之后 就会储存你的图片了喔 但是现在呢我还没有办法存 是因为我还没有登录这个手机 它的帐号 那如果你登录手机帐号 你才能存 好 再来呢 如果你这一关玩完了 你已经不想玩了 或是你想要给其他小朋友玩玩看这一关 你可以按这个垃圾桶的键 点下去 你就按删除 然后就按yes 那我现在先按不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还有另一个方式可以删除我 也很快 像我现在这是第一关 我已经画了一些东西 但是我到第二关的时候 看完再回第一关的时候 就发现第一关的东西都不见了 因为这个游戏它会主动帮你删掉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被删掉的话 记得到下一关前 你要先快点存起来喔 好 那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总共有六个关卡 那这六个关卡玩完之后 如果觉得还不过瘾的话 还想继续玩 它这里有个点点点 你点下去呢 可以购买更多的迷宫 OK 所以呢 以上呢 就是Calling Book的游戏 那欢迎有兴趣的家长 可以帮小朋友来下载喔 谢谢大家